大家好 我是AV啦 我现在是阿丽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台十八线上面 那你看我今天的装扮就知道 我是要来采茶的 那这一些工具啊 这个斗笠跟这个篮子呢 就是我今天一大早到这个物佐茶 已经先借好 它让我来到他们的茶园来体验采茶 这个茶园超大 我等一下会拿着我的收获 去他们的茶厂 还有去他们的店 去品茶跟学习怎么样揉茶 我们现在要采的是高山茶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茶叶呢 全部都是清新乌龙的品种 来 我们上工 空气真好 一心二叶 这个可以 目前文是没什么特别的香气 可能要到在那边搓茶 揉茶 晒啊 才会有 认真工作啊 有人偷懒啊 其实他们 他们采茶应该会超快 啪啪啪啪啪 就采完了 没有人像我这样 在挑漂亮的来采的 回去 回去 竹林耶 诶 我在这里干什么呢 刚去完这个茶园采茶嘛 现在呢我就相约了我们物佐茶的老板 Vemis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揉茶 哈喽 嗨Eddie 你好 我刚从那个茶园摘的你看一下 这些可以吗 我看一下哦 摘的算蛮标准 只是我们今天是要揉红茶 没错嘛 嗯 然后一般要揉红茶 都是要第一天先采摘 然后要日光尾雕 让它走水 揉都是第二天 所以我今天采到的 其实今天不会用到 对 是明天再用得到 昨天我有先帮你采一些起来 因为我们前一天已经做日光尾雕 让它走水 所以它看起来会有点比较皱折一点 为什么 如果不做这个步骤会怎么样 茶叶的水分含量太高 然后我们下去揉的话 它就不容易揉的吼 然后滋味也不会好 那为什么一定要人手揉 不能用机器揉 人手的话 茶叶可以感受到你手心的那个温度 哦 对对对对 然后你也可以知道你要的那个程度 机器是冷冰冰的机器 比较没有温度没有 喝起来有差 对 喝起来会有差 OK 好 我们一般揉的话会揉到 一到两个小时一样 好 没关系啊 这里这么漂亮 可以 我们可以 来欣赏风景 然后像揉的话我们就是会先 第一步是手要先干净 不能湿 然后你也不能有抹乳液啊什么的 手要保持干燥 然后我们会把它集中 然后像一颗球这样子 顺时针还是逆时针都可以 然后就这样子 一样先轻轻的 稍微有点压力 好好我可以在这么漂亮的地方 体验做这个 你就试试看这样子 然后稍微压 哇你怎么样把它弄成球的 这样吧 可以 有像吗 有 真的吗 也蛮有 蛮成型的 然后我们揉一段时间了啊 我们就要再把它解块 好不容易把它们揉到一个球 对 还要再把它拆开来 因为你不拆开来 它到时候那个味道 泡出来的味道会有闷杂味 真的差很远耶 我觉得其实这样就可以拿出来泡了 可以吗 还会先 那没关系 我在这里慢慢揉 我们等等再见 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约在你的店里面见 没问题 好 拜拜 等等见 哈啰 哈啰 我们插机都准备好了 哈啰 你好 谢谢 这位是 你好我是贝儿 哦 是老板娘吗 对 哈啰 你刚去 已经去茶园 然后采完茶也 完成了红茶楼茶体验 对吗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品名 就是完成品的部分 好啊 刚刚呢我们这个是专业的评件泡法 我们家因为是茶棕嘛 所以呢现在我们家其实还有金萱茶乌龙茶还有蜜香红茶 像金萱茶跟乌龙茶都是青茶类的 所以你会看到颜色呢都是呈现金黄色的状态 只是那个深浅呢可能是我们是靠烘焙去把它焙成不同的程度 按它的发酵程度去烘焙 做法不一样 对它的后面厚精致的部分 红茶的话因为全小全发酵茶 所以它的那个颜色会呈现就是比较深色的状况 然后请Amy就是闻香看看你闻到什么花香还是火香 直接跟我们分享一下 很清淡耶 它会带一个淡淡的奶香 然后有一点桂花的味道 然后这是乌龙的 好 然后所以青发酵 基本上你看到颜色会在金光 OK 这个闻起来跟那个好不一样 对 这个多了一种 我不知道闻起来咸咸的 为什么 高山的乌龙茶其实会带一点微微的咸味 你可以稍微的含在嘴巴里 然后 不好意思你可以再试一次 就是稍微的就是 带一点空气这样吸进去 然后含在嘴巴里 在你口中就是停留个几秒 然后吞下去的时候 把那个口中那个香气用鼻后嗅酒 鼻子吐气出来 你就用鼻后嗅酒的感觉到它更深沉一点的味道 然后等一下你过一阵化掉以后 你会觉得你口腔就有种香香的香气 已经觉得 对不对 对就是它要慢一点 管慢一点 它就会 这个就是鬼干 他们的那个茶叶的包装 就跟外面平常的 就不太一样 就很幸 这是素皮盒 就是长辈的风格其实是铁罐的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想要 对大自然有一些就是 比较友善的部分 要送礼的话 它可能就比较软直一点 但是它比较环保 真的很棒 因为它的材质是可以回收的 它也比较天然 好谢谢老板娘 还让我体验这么多 然后被我发现有一个这么可爱 这么漂亮的放茶叶的这种 伴手礼的盒子 我也想要买一个回去送给朋友 好我过去那边看看 可以 我们现在要去 体验茶叶 鸡小姐你在哪里 在哪里 上面吗 小姐在上面 好 谢谢 这边吗 哇 凌园制茶的茶叶活动 哇 上来 两只不爽 你在哪里 他在哪里 说到哪里 还有你在哪里 还有女生 桑菲 白鸡 手里 转转 涡 三个 茶洗之後為我們準備的料理 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有吃過榨茶葉嗎 然後這邊也有鹹豬肉 還有紫蘇葉的玉紫燒 大家看我這個飯 全部都是使用在地的食材 你們看這個主菜 苦茶 苦苦 苦茶油雞 然後筍片 還有他們自己種的農畜菜 然後這個梅子也是他們自己種的 還有這個看起來很像海苔 但是其實他也是用茶葉去切成 這麼一條一絲絲的 中間這個我真的很少見 我沒有想過他們會把它拿來入菜 它是明和 正式吃飯之前 有一個開胃的飲料 這邊的百香果愛玉 乾杯 乾杯 吃飯 很好喝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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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現在吃飽喝足啦 也享受到風景非常好 非常舒服 非常悠哉的一個茶席體驗 那我們要謝謝我們的 季老師 為我們帶來這麼美味的料理 那大家如果下次要來寧願自茶 這裡要品嘗 記得要先預約對不對 對對對要預約 因為我們這邊採預約寺 然後他們的食材都是用當季 當地的對原食材 寧願自茶 三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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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它的羽毛的數量 我們來看它是屬於勇士這些 對 這是什麼羽毛 它是台灣的熊鷹 跟藍腹弦 還有地質 這三種 好一定要用這三種 其他的羽毛不行 這是真的嗎 你說我身上的嗎 這羽毛啊 羽毛是假的 在我們桌子裡面啊 祭典穿的衣服是不能穿出來的 都是放在我們的家裡面 拿著做保存這樣子 了解 那我們女生啊 黑色的這個同事 是早期在家裡面務農 照顧小朋友所批刮 彩色的是祭典 或是迎賓的時候才帶 我們元氣的姑娘都帶這個彩色的 就是代表它是迎賓的意思 好再來我們看這邊 可以拿起兩個貨錢 這放幾年了 12年了 哇 它這樣是大概成年的山豬嗎 對它是屬於成年的山豬 那你剛拿的帶子 它是比較老一點的啦 那這個是屬於比較年輕的山豬 對 好再來往這邊看 那高惠君呢 曾經是歌手 現在是演員 還當歌手的時候 跟丹雪爾夫唱過一首歌 就是你最珍貴 我有問題 這個粉紅色的是什麼 哪一個 呃 高 這幾番是嗎 對 它是九重格 九重格 我剛剛說九重天 對它是九重格 對 歡迎大家來到 阿里山豬竹文化部的 歡迎您喔 所以呢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 來到部落單 既然那麼樣的漂亮 把你拍到美麗的風景畫面 分享出去 請在你的朋友 也可以同時認識 美麗的悠遊巴斯 愛美 心 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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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我們這個 幼幼巴斯阿里山州族文化部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呢 是茶藝部 這邊也就是所謂喝茶的地方 沒錯 所以我們在這邊都是十八般五一 對 每個人 對 好一點 然後像我們旁邊這一片茶園 它就是金萱的品種 對 現在在採收的 很多人都以為我們是用機器採的 我們都是純手工下去採的 當然園區裡面 除了可以喝茶看表演 還可以喝咖啡 哈囉 進來喝咖啡 茶好喝嗎 好喝 你有喝過咖啡什麼嗎 有咖啡什麼 我知道 我知道喔 那你有吃過熟的咖啡嗎 熟的咖啡 就是還沒有 剛從樹上摘下來的咖啡 好啊 吃 對 你要看看 它是軟的 是 採 直接吃嗎 就可以直接吃 它採下來呢 它這樣直接吃是甜的 咖啡的本身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阿里山的紅寶石 紅寶石 對 現在直接吃 真的假的 嗯 很甜 很甜 咖啡本身就是這個 好吃 再來 生吃咖啡 有 我們去喝咖啡 這裡的空氣實在是太好了 而且其實剛好這個秋冬季節來山上還沒有到很冷的時候是非常舒服的 然後你們再看看我後面的整個造景 茅屋阿還有茶園結合在一起 就是這個悠遊巴士所看到的景觀 那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觀景台 看到的風景真的是超級美 而且剛好今天我們來的時候茶園剛好有人在採茶 有看他表演 然後有品茶 然後也品流咖啡 重點是這個園區開了12年 我居然現在才第一次來 我剛剛拍了很多超級美的照片 然後相信現在在看這部影片的你們 也會覺得這個地方非常漂亮 那我們出發去最後一個行程 吃飯 真的一根兒 哈囉 蘇老闆你好 你好 這位就是景榮咖啡莊園的蘇老闆 然後聽說他的咖啡也是德國不曉獎的 那今天他是要帶我來體驗看看怎麼樣品嘗不同的咖啡 然後從咖啡的不同特質 對 特質啊 風味啊 跟喝起來的口感 對 不一樣的地方 這位是達人 這位是平常沒有在喝咖啡的餐 那我們首先了解一下悲測 需要嘗試的東西是什麼 那必須第一個我們要嘗試咖啡就是 我們先聞過一聞的乾香 那告訴我們注水有一個濕香 濕香氣 它包含它的風味 那魚韻 然後酸質 純度 喝起來的巴底 最高的純度就是像牛奶一樣 對 那最低的就是像在喝開水一樣 平安感 自信 乾淨度 跟甜感 最後還有一個綜合的評分 總共有十大項 有十項 天啊 那我們今天要試幾款咖啡 我們今天試七款 金融咖啡莊園有四款 另外的是一個賣場的 大賣場的 那跟做拿鐵鎂打鐵豆的一個 比較生腿的豆子 那去試看看到底哪裡差不一樣 那包含有最近比較知名的一季的品種 但是前提是我們現在都是幫測的 看豆子我是看不出來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單純用這個十項來喝喝看 對 吃些咖啡 來 第一個開始吧 好 拿起來喝 咖啡有時候會帶一些花香 果香 那些瑕疵風味啊 塑膠體啊 OK 我有答案了 很快 有答案嗎 乾香跟濕香結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香氣的分數 沒問題 好 那現在我們就要注水 我們注水完就是靜置四分鐘 那四分鐘之後我們要破炸 OK 聞它的香氣 一 二 然後繞兩圈 這樣子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為什麼那些咖啡達人都這麼講究 對 所以這個是 是有悲測師 對 那是要考證照的 你的這些獎啊 上面寫的東西 這麼細膩是真的有它的原因的 對對對 厲害 所以要嗅覺跟味覺要很強 而且他們是一連續的一直訓練 一直訓練 對 然後混著上百種的水果啊 然後都要去記住他們的味道 OK 我現在腦海裡面只有很苦跟很甜 呵呵呵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喝咖啡囉 這個真的不行欸 可以嗎 OK 我們現在要來公佈答案了 對 公佈答案 我們已經喝過兩輪 中溫低溫的 對 變化 我有我最喜歡跟最不喜歡的了 然後我們從剛剛我們品嘗的順序來揭曉答案 好 第一位 你是誰 我剛剛說這個是幾分 7分嗎 對啊 幾分很高 34的品種 34的品種 它喝起來的就是 唇厚度比較厚實 嗯 比較濃 嗯 然後它的酸質比較高 嗯 超酸 這個是水型五分加的 好 也有7分啊 7分是不錯的吧 對 不錯不錯 這杯我猜是34 這邊一樣是S34這個品種 那它比較酸 對 那比較厚實 對 然後它的詳細跟衣技不太一樣 那喝起來會有點嗆嗆的感覺 有沒有 34 日曬的 對對對 那這杯我猜就是Gash 就是衣技 是不是 這是我親目中的第一名對不對 對 它真的是很厚 對 就是你說的body 對 然後還有餘韻 裡面還有兩隻衣技 那一隻是我的 一隻不是我的 對對對 我覺得它是我的 對 因為它的body比較厚 其實一開始聞起來 我已經很喜歡它了 我看我 我還是先喝一下 我先看 這隻應該是我的啦 對 它是Gash的日曬 Gash 對 我的你看 好 還好我也沒有丟臉 對 有選到貴的啦 這張門選個 就是便宜的喝不習慣 它 它就是那個一磅 4000 4000起料 它是真的好喝 好那這杯 對 這杯是拿鐵 應該是拿鐵 對它是拿鐵 對 這杯就是大賣場 你也這麼強嗎 對 OK 它叫什麼 賣場 它真的是喝起來 很明顯的 酸味很怪 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錯是什麼賣場 但是它也沒有餘韻 就是一般外面買的豆子 外場的豆子 大概都是長這樣子 然後喝起來 也沒什麼厚度 對 到底很多 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大家 目前還算成功耶 成功了你喝的都算還滿準的 對這支比較甜 因為它咪廚魚豆子 那一支 這支 你剛剛也是有喝到 它有一些酒香 它就是有日曬的一個 比較發酵感 比較重的 日曬去做的 所以其實 咖啡這個東西 你知道真的 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不難 不難去分辨 對 好不好喝 它貴不貴 跟它品質如何 其實 當有比較起來的時候 真正是很明顯 對 就是咖啡跟茶一樣 它比較 有比較就有傷害 對 對 有比較就有傷害 好謝謝 謝謝老師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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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一個體驗在外面 比較少遇到 如果你們也想要 這種體驗也可以來 金龍掌樹老闆 對 試完咖啡之後 我們晚餐時間 終於到了 然後這個也是他們 景龍咖啡莊園 有提供的 火鍋晚餐 那他們 這個湯點我覺得 一定要介紹一下 因為他們是 非常特別在山上 平常是很難吃到的 茶油燉漿雞腿鍋 是由那個台灣生產的 茶籽油去爆香過之後 然後再扁過這個雞腿 然後這個漿也是他們自己 高山種的 火鍋蔬菜盤也是高山 高山的蔬果 真的是 我覺得在愛里山可以吃到 火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而且其實他們也是山上 他們唯一一間有在賣 日本A5和牛的火鍋店 但是今天已經賣完了 太晚了 不過沒關係 他們也有這個 美國安格斯Prime的牛小排 油花分布非常漂亮 那今天這個 阿里山台十八線的 旅遊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